王的女人 谁敢动 作者 年花惹笑 演播 一刀苏苏 一种侃侃 后期之作 天学 你去死吧你 不知何时 凤青音的手中 多了一块打破的紫碗碎片 她明知道自己不是凤九儿对手 目光直勾勾地 锁在了凤九儿这张绝色脸蛋上 凤青音这辈子最痛恨的人 非凤九儿莫属 她自己早已经破败不堪 又怎么能允许凤九儿 完好无缺地站在她面前呢 凤九儿猜得不错 凤青音落得如此遭遇 都是她自己造的孽 她风光的时候 得罪的人越多 她落难的时候 所要遭受的罪 肯定也越多 她被关押的这些天里 几乎每天都有人来光顾 久而久之 她的锐气 越来越被削减得无影无踪 凤九儿 看着向自己扑过来的疯女子 脸上并没有半点畏惧 在凤青音手中的碎片 来到了自己面门时 她随意一甩手 牢房里又响起了一声惨叫 再次倒在甘草上的凤青音 惨叫了声 将捂着脸的手拿开 看着掌中的鲜血 她瞪大了双眸 低叫了起来 我的脸 我的脸 我的脸被毁了 我的脸被毁了 凤九儿 你敢毁我的脸 我饶不了你 我饶不了你 别说杀人 凤青音现在 连爬起来力气都没有了 凤九儿垂眸看了一眼 在她身旁蹲下来 想要你的脸不留疤 我有上百种办法 你要不要试试看 凤青音对上凤九儿的目光 猛地点点头 我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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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要留疤 我的脸 我的脸不能毁了 凤九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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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凤青音 勉强坐起来 揪上了凤九儿的阴眉 就当我求你了 你救救我的脸 我不要愁了 我不要 凤九儿 伸手捏住了凤青音的手腕 一脸嫌弃地将她手甩开 她微微地勾了勾唇 沉声道 我是神医 没什么做不到的 但我有个条件 若是你不答应 我也不会帮忙给你治脸的 我答应 只要你帮我恢复容貌 不管是什么条件 我都答应 凤青音一直捂着脸 着急得很 凤九儿说她是神医 凤青音一点都不怀疑 有些事情早就已经是事实 只是她不想承认罢了 凤九儿再看了这个女子一眼 站了起来 这个女子真的是疯子 死到临头还想着恢复容貌 自己这般在意容貌 却一而再再而三地 想要毁掉别人的脸 凤青音不是疯子 是什么呢 很好 凤九儿在腰间掏出了一瓶 随身带的药膏 在凤青音的面前晃了晃 这瓶药膏 专至脸上 给我 快 给我 凤青音站起来 拼了命一般 往凤九儿扑了过去 凤九儿一侧身 她扑了个空 又倒在地上 你给我药 你要我做什么都行 我都愿意 我都愿意 快 快给我药 凤青音倒在地上 回头看着凤九儿 凤九儿扫了地上人一眼 沉深问道 当时 我院子里大火 是怎么回事 我乳娘 是怎么死的 是不是你放的火 是不是你杀的人 将你知道的事情 都说出来 药 我肯定会留下 不是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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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说了 我说了 不是我 凤青音 爬到了凤九儿身边 抱上了她的腿 凤九儿 是我的错 是我的错 你给我药 我是皇城第一美人 我不能毁了脸 凤九儿 你快给我药 我知道错了 我知道错了 凤九儿 我求你了 快给我药 我不要变得丑陋 我是皇后 母依天下的皇后 我的脸 我的脸不能毁 凤九儿 我求求你 求求你 快将药给我 凤九儿 凤九儿 轻醋着眉 一顺不顺地 看着凤青音 哪怕凤青音 爬起来 取过了她手中的药膏 她也还没反应过来 凤青音 手里拿着药膏 就像是拿到了 什么珍宝似的 她往后挪了挪身体 坐在了甘草上 拧开药膏 不断地往脸上抹 此刻 她的脸上 手中 都沾满了血迹 看起来 有几分猙獰 可她 却什么都不管 只管 往脸上涂药膏 凤青音 没往自己脸上 涂抹药膏 嘴边 都会溢出一点点笑声 此刻的她 有点像疯子 也因为如此 凤九儿选择 相信她的话 凤九儿 也曾经怀疑 凤青音 没有这个能力 现在 她更加能确定 事情 并非凤青音 所为 乳娘 是娘亲 以前的副将 隐姓埋名 这么多年 都是为了守护她 难道说 杀乳娘的人 也是湛黎月吗 凤九儿 抬眸看了窗户 投进的月光一眼 低头 看着凤青音 凤青音 依旧 在用药膏 磨脸 时不时的 还傻傻一笑 凤九儿 只是看了一眼 便收回视线 她没空去可怜 这种女神 掏出了自己特制的 微型小弓箭 往窗户旁的木桩子 射出了一箭 转身 消失在牢房里 从皇宫离开 凤九儿直奔凤家 凤颜东 一路跟随她左右 却像是个隐形人 只要凤九儿 没有需要 她便不会露面 凤家 秦兰院 再次回到这个地方 凤九儿 感触良多 院子 还是这座院子 但一切 早已误是人非 这个地方 连个看守的人都没有 一看就知道 是一个荒废的院落 在知道很多 事实的真相之后 凤九儿 也不会再评价 凤君卓的为人 不管如何 她不是自己的生父 但好歹 也给了她 一处安身之处 她能做的都做了 至于皇上 要如何定夺 她也无能为力 落在院中的凤九儿 只是一愣 便举步继续往前 荒废 也有荒废的好处 至少 她进来做事也方便 穿过杂草丛生的院子 凤九儿 推开了厢房的门 借助透进来的月光 她看了四周一会儿 松了一口气 看起来 这里和她离开的时候 没什么两样 凤九儿 举步走了进去 关上门 不仅是外面 就连里面的情况 还是和自己离开时一样 凤九儿 驾轻就熟地 来到了床边柜子旁 屈膝跪了下来 她轻轻地拉开柜子的门 从里面爆出了一个小箱子出来 一只小小的箱子 一只乳娘唯一留给她的箱子 本集播讲完毕 请您继续收听下一集